大家好,欢迎收看由千锋教育集团旗下高端纸品牌好程序 为大家提供的快速玩转SPA系列之SPA Call 我是主讲人之歌 今天我们主要学习的是Transformation下的Reduce, Reduce Backkey, Arrogate Backkey和Combine Backkey算子 那么如果大家对视频当中的大数据感兴趣的话 可以添加千锋大数据学习营QQ群 绝号是241617568 那么OK,开始今天我们的正式学习 好,我们继续学习当前求和算子 那除了当前Reduce Backkey之外呢 我们当前SPA当中还提供了一个算子 叫做Arrogate Backkey 也叫Arrogate Backkey A,D,G,R,E,G,A,T,B,K,Arrogate Backkey 那Arrogate Backkey主要应对的 应对的是需要默认值 并且需要计算分区值的计算方式 也就是说Arrogate Backkey本质上跟Reduce Backkey一样 它也是一个求和计算 只不过这里它一般需要传入三个材数 而且它是一个克里化值 也就是说这里我们RDD R,D,R,E,R,E,G,A,T,B,K,Arrogate Backkey 然后也是根据相同Key进行计算 那这里默认它有两个参数需要传 但具体是有三个值的 首先第一个 它前面这个小号是默认值 也就是说分区值会跟默认值进行计算 那这里假如说我们把默认值给1 咱给一个默认值 然后后边这个小块需要传入两个参数 第一个就是分区中元素的计算 全局元素的计算 全局元素计算 那分区中元素计算的结果 会跟前面这个值进行一次相加 原始值进行相加 然后最终求得整个的值 所以这里它分别需要有一个原始值 分区值和全局值求和 全局值求和 所以这里它得到的结果呢 记录也是一个RDD 记录也是一个RDD 咱们讲说SUM的3 然后此时呢 这里咱们打印一下 Print PRT SUM3 这样写一下这个RDD 这样写一下吧这个RDD 这个RDD R中原数的这个中原数的和是冒号和冒号吧 加当前加SUM3 SUM3 当前这个Connect 第二 Tuelist 好 那这个时候大家看好了 记住啊 因为我给了个默认值1 然后第一个猜数呢 是分区求和 那这里大家看好了 相当key为一主 二五为一主 对吧 那二加五 是不是得七啊 全局计和的时候 是不是没有其他分区里头带 开的这个值 所以此时呢 这里这个1会跟这个5和 这个2加5这个值再次进行合并 所以开的值最终会打印出8这个值啊 而不是7 就是因为当前那个默认值呢 会跟他进行一次相加 所以这个时候咱们就会得出这样一个值 分别是8 11和8 这个1啊 分别会跟他们进行一次相加啊 这个咱们可以来看啊 这位置 看8 11 8 那这里 这就是reduce by key啊 主要应对于是分区计算啊 首先呢 它需要一个默认值 然后一个局部的 这个局部主要是当前分区内的 和全局的 也就是说 为什么说有个全局的呢 因为kat有可能跟kat分在一个区 有可能不是一个区 明白吧 所以这里啊 这个位置呢 需要大家注意啊 有一个全局的 有一个局部的啊 有局部的 那OK 那么这个呢 就是errogate by key